哈喽大家好 在棒球的最高殿堂 美国职棒大联盟中 我们都知道 这里是齐聚世界各地好守的棒球胜地 除了可以看到精彩的比赛 也可以看到球员在球赛中 靠着个人的能力独领风骚 但是如果球员表现不好的时候 这恐怕也是唯一的地方 会发生惨绝人寰的小插曲 前圣地亚哥教室外野手Upton 在2015年的一场比赛中 因为道磊被试破 遭到猝杀出局 他相当懊恼 回到休息区的时候 居然把自己失望的情绪 发泄在队友身上 他不小心弄伤了队友Yonder Alonso Upton在休息区的时候 用力把球帽往地上扔 结果没扔好 球帽飞出去砸到Alonso头上 虽然发泄情绪是正常的 但是Upton没控制好自己 让悲剧发生 Alonso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 被球帽砸到 直接倒在地上 即使Upton过来搀扶 Alonso也是很不爽 甚至把队友推开之后 把口香糖的桶子 直接拿起来砸在地上 这时候他自己一个人 往休息区的另一边走 队友们都不敢过去关切 Alonso甚至用手摸着自己的太阳穴 看起来似乎像颗定时炸弹 随时都有可能引爆 当大家都不敢回头看他的时候 有队友终于挺身而出关切一下 但这时候他更不爽了 直接把爆米花筒砸在地上 Alonso来回走了好几圈之后 才慢慢冷静下来 队友们也才敢过来关心一下 Alonso终于坐了下来 他摸着头 这时候队友与医护人员都过来询问一下 是否有任何的问题 Alonso摸摸右边额头似乎没什么大碍 不过为了安全起见 过没多久Alonso也因此退场 赛后Opten告诉MLB官网记者 他当时对自己的表现很失望 但是他会从这次的错误中学习 他说我们全力在场上拼战 这是关系胜负的play 我犯了很大的错误 我也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很生气 至于Alonso 他也相当了解球员们 有时候也会被情绪影响到自己的行为 Alonso说他当时正在看比赛 然后突然有东西打在他的右边额头 这是比赛的一部分 大家生气很正常 还好我没有大碍 检查也没有问题 我们会继续向前看 Alonso隔天果然向前看 他在休息区 穿好整套的补手装备保护自己 顺便调侃Upton Upton也很有风度的过来打招呼 大联盟球员 有时候就是这么幽默啊 最后我想问大家 你在棒球比赛中 有看过任何球员的幽默表现 让你印象深刻的吗 欢迎在下面留言分享给大家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